记者,万云南编辑,棒棒木有堂,当接到胡安卡洛斯纳瓦罗的电话时,马克加索尔正在西班牙西罗那的一家超市里购物,作为小加索尔的朋友,也是当时灰熊队的控球后卫,纳瓦罗告诉小加索尔,他的哥哥大家索尔被交易到了洛杉矶湖人队,我当时为保罗感到兴奋,小加索尔告诉B2的记者,然后纳瓦罗告诉我,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是我被交易到了孟非斯灰熊队, 这是一桩改变了NBA格局的交易,而如今离这桩交易也已经过去了十年,虽然在当时NBA中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桩极为不公平的交易,但是如今来看这桩交易相当公平,交易的双方都因此受益,对于胡人队来说,通过这桩交易他们达成了两连贯,也将科比布莱恩特的整个职业生涯留在了洛杉矶,对于灰熊队来说,这桩交易为他们将近都十年打入季后赛建立了基础, 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身后的NBA篮球氛围,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那桩交易吧,交易背景大家索尔是2001年选秀的三号秀,它也逐渐成长为了灰熊队队史最佳球员,这位来自西班牙的七尺妹线,获得了2002年的最佳新秀,并且成为了一名前明星,也带领灰熊队队史第一次打入季后赛, 从2004年到2006年,灰熊队每个赛季都至少能赢下45场比赛,并且打入季后赛,然而,他们的季后赛表现却十分糟糕,三年季后赛都被4比0横扫出局,在2006年的FIRE世锦赛上,代表西班牙出战的大家索尔,遭遇了左脚地物踏骨骨折,这也为灰熊队的前程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大家索尔缺席的前22场比赛里,灰熊队的战绩是5胜17负,当大家索尔商议归来时,灰熊队早已被其他强队拉开了距离,上个赛季他们的防守效率还排在NBA的第二位,而这个赛季却滑落到联盟垫底的位置,球队的战绩也是NBA最差的22胜60负,下个赛季在主教练马克雅·法罗尼的带领下,球队的战绩仍然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新上任的总经理克里斯华莱是意识到需要做些什么,来改变球队目前的困境了,我们尝试去对球队进行补强,来给予大家索尔足够的支持和帮助,华莱是告诉B2,但是在2007年圣诞节那会儿,我认为球队不会再重回季后赛了,至少这个赛季是不可能了,因为当时球队已经击中男反了,球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糟糕,当时我们在孟菲苏的影响力急剧下滑, 人们都被卡利帕里执教的孟菲斯大学老虎队和球队中的新星德里克罗斯吸引走了,就算你周五来我们主场看球,球馆里面也没什么人,周六也是一样,在我看来,大家索尔当时也是无心恋战,他对比赛的激情不如以前了,在这种情况下,华莱是找到了球队当时的老板迈克尔海斯利,告诉他应该交易掉当时球队中最大的资产,大家索尔,他们最终找到了交易伙伴湖人队, 当时孟菲斯灰熊队的战绩是十三胜三十三负,而胡人队则是开局蓄势如虹,但最近折损了膝盖伤病的安德鲁拜纳姆,经过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之后,大家索尔连同一个未来的二人签被交易到了胡人队,换回了夸美布朗,加瓦利斯克里坦顿,阿罗麦基,两个首轮先和小加索尔的签约旋,而那时候小加索尔还在西班牙打球, 当时这桩交易几乎受到了所有人的批评,球迷,媒体,教练,NBA高层统统不例外,灰熊队怎么会交易走一位全明星球员,却没挂回一位等量级别的球员呢? 这桩交易简直让人匪夷所思,马斯队主教练格雷格波波为奇,当时向体育发报抱怨道,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交易委员会来否决那些不公平的交易,我希望我能成为交易委员会的一员来审核那些交易,我肯定会为自己投一票以加入交易委员会,我也肯定会否决胡人队这桩交易,说实话,胡人队减了个便宜,让很多人嫉妒和生气,差不多一年以前,郁郁不得知的科比还在要求球队交易自己, 而现在他却有了一位几乎完美的搭档,大叫索尔的传球,格分,篮板和干冒等能力都完全契合菲尔杰克逊三角进攻的要求,加入球队的前级场球里,大加索尔就对球队影响巨大,当时的胡人队主教练米奇库普切克告诉比尔,整支球队都活力十足,他的到来并不是意味着一切,他的数据很出色,并且积极影响了球队中的其他人,特别是科比,当他加入球队的第一天起, 整支球队的氛围都充满了乐观和生机,交易之后胡人队的战绩是29胜9负,大加索尔开始为球队比赛后的战绩是27胜9负,他们打入了NBA总决赛,但是遗憾地以2比4输给了波士顿凯尔特人队,胡人队最终从总决赛失利中走了出来, 并且在2009年和2010年实现了两连贯,交易之后的灰熊队最初,夸媒布朗被人们认为是交易之中的关键部分,毕竟他身上带着一份即将到期的910万合同,克里坦顿还处于新秀合同中,麦基则已经是费成76人队的助理教练了, 但是为了能让交易金额配平,他选择与胡人队签下了一份75万美元的合同,合同金额计入工资帽,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钻了一个规则的漏洞,但这么做从劳资协议上来说是可行的,库普切克说,如果麦基不答应和我们签下这份合同的话,这桩交易就无法达成了,当交易达成时,小加索尔正效力于西班牙联赛的Akosvayu Verona队,他是被胡人队在第二轮第48顺位选中的, 但那时候他选择继续在欧洲打球,当时人们对小加索尔的了解也并不多,当大加索尔在辉雄队校历时,小加索尔也在当地的Losson Collegiate学校打过两年球,小加索尔在西班牙打得十分的出色,他获得了2008年西班牙联赛的MVP,也很享受本国的环境,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考虑过进军NBA,我真的想都没想过这件事,小加索尔说, 我当时只关注球队在欧洲的表现,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进入NBA会发生什么事情,然而由于Akosvayu Verona队的破产和解散,小加索尔的计划在夏天发生了变化,华莱士希望小加索尔能加盟灰熊队, 但是他首先要获得加索尔父母的信任,毕竟他刚刚把大家索尔交易到了胡人队,然后,华莱士还要让球队老板海斯利觉得,用一份尽次乐透秀薪水的合同,签下二轮秀小加索尔是值得的,大家索尔告诉海斯利他的弟弟比他更出色, 华莱士说,海斯利在和大家索尔打完电话之后,他就来询问我是否把签约小加索尔的工作准备好了,这真是一件头等大事,直到现在,我也一直在思考,如果没有海斯利给大家索尔打的那个电话,我们还能不能在2008年顺利签下小加索尔, 是势在必行的,华莱士必须要向人们展示在这桩交易中,灰熊队也获得了优质的回报,我在NBA工作了30多年,也碰到了很多困难的情形,华莱士说,当我们就要签下小加索尔的时候,我自己也很紧张,如果我们没能签下他,那他还会在海外打至少三年球,当然我认为他肯定会进入NBA,可是那个时候我就不一定是球队的总经理了,在7月份的时候,小加索尔与灰熊队签下了一年, 一份三年970万美元的合同,他很快就在首发阵容里站稳了脚跟,并和当时二年级空卫曼克康利合作愉快,这对我来说很不错,小加索尔在回想起初次来到孟非夫时说,我很高兴在这里取得了成功,我们球队也与这座城市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小加索尔最终成为了球队,魔力与绞杀文化的核心人物,在随后几年里,扎克兰多夫和托尼阿伦的加盟也加强了球队的整体实力, 莱多夫得以加盟灰熊队,也得以灰熊队在胡人队的交易中,获得了足够的心金空间,一度球队里有9位球员,是我们通过选秀,或者是自由球员签约获得的,我们必须保证心金空间的合理, 华莱士说,现在看来,这庄交易比我们当初想象的要公平的多,小加索尔成为了一位三界全明星球员和最佳防守球员,他也带领灰熊队连续七年击身季后在行列,就算我们当初知道小加索尔会打出如此优秀的表现,我们还是会做这庄交易, 因为大加索尔也是一位高水平的球员,并且更适合当时的胡人队,库普切克说,回头来看,这是一专公平也相当不错的交易,作为球队的总经理,你总是会试图去做出最好的交易,喜欢这篇文章,长按二维码关注虎铺翻译团戳原文,看英文。